走 往側坐 側坐起来 走 一二三 往上来 封分局日前接获七旬赋人报案 表示于社群联体的LINE上建投资广告 点击连结后 即与自称某投资公司官方营业员 互交为LINE好友 相谈甚欢 甚至借由被害人施清之情 认被害人为干妈 几番温情公事后 被害人后续依犯贤指示 面交除职现金以获取高额报酬 并声称除职金额月高 可以获取更高报酬 被害人因话术而遭诈骗 前后共计交付四次除职金 预新台币200余万 因事后预取回报酬未果 使经绝遭诈骗而向警方报案 侦办员警发现 该诈骗集团成员实随之位 借由该女儿有内线消息 得知有一些库长股 可以低价购买并高价卖出 可以获取更高报酬为由 怂恿被害人除职更多现金 税与被害人配合进行诱补 假借上有新台币180余万 预除职投资 向该诈骗集团约定交付款项 警方则事前于取款处所周边埋伏 是时机成熟后 于第五次交付除职金之际 一举将犯性犯嫌当场逮捕 并查扣其使用的手机 伪造的员工识别证及取款收据等证物 全案一违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罪嫌 移受台中地检署侦办 互封分局呼吁 近年诈骗案件层出不穷 诈骗的手法屡遭新闻媒体披露 仍有不少民众招诈骗得手 警方说明现今社会运用网络 进行投资普遍 呼吁民众在遇到可疑的状况时 应先拨打165或110进行查证 避免一时冲动 造成自身财产处施 得不偿失 请不吝点赞订阅